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手間 張海定是不是來都認識很多人 然後呢 就幫我們把Opicomber的Dickmap盤出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始一一介紹 我們認為Opicomber應該是 好 主要是有四個名權 就是其實這邊人都跟Opicomber蠻很熟 然後也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來A1辦公室李宗盛 就是Opicomber蠻很熟 那我就自言自語就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就想要從就不從 這樣嗎 好 那 但是你想要順強 我先講 我先講 所以後面我們就要叫他OG 那OG 他有四個名權就是從Opicom就來 OGP就是Opicomber蠻很熟 其實我沒有改任何東西是 就是Transparity, Transpation, Counter 就是課者 對 透明參與課程的酷選之多的 所以跟Whiskey剛剛想做的事情是 很酷選很像 然後我們會把它列在這不是一個 酷選這一個結果 而是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所以他是一個願望 但是希望說這個狀態之後 會變成很透明 很透明 然後很可以的 然後也很exclusive的 然後在這樣的retion之下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主要是 Open Mindset這一塊 就是我們在 其實主要裡面 開了一個制度 叫做PO 制度 就是Participation 或是制度 開放 參與聯絡人的制度 其實在每個部會 其實因為我32個部會 每個部會抓一個人 也就是之前空之一時的 在PT上徵招的熱血相比 那這些熱血相比 現在已經集結了 32到50人 因為有些製造可能 不只給一個人 那這些人就是所謂我們的PO們 那PO他們就是 我們要重點培訓的對象 因為希望我們在做OC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有一顆腦袋 他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而不是說我們每次訓練 都訓練過他的人 那就是一開始設立這個基地的訴訟 那開始就會有些問題說 你們做這個幹嘛 我們要做這個 為什麼要增加公共人的 你的業務力量 有的負擔 他這樣做就很累 所以我們就是印很多人請求 然後也很不好意思 現在才把這圖放出來的 就是把這個get畫出來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open的東西 只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做 開放政府一定可以open data 跟公益參與兩塊 那其實公益參與 是open第三項 還有participation 那其實中間還有前面兩個東西 也就是open method 比如說政策履歷的履歷 是怎麼被 把他兩分鐘怎麼被做出來的 所以會把履歷第一版 第二版第三版放出來 可是履歷怎麼被做出來 他的背後的mindset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只是公開履歷的 他的portfolio 而是這履歷他說採用的被製作過程 比如說現在公務員做的過程 就是開會 然後 然後 會議有一層 然後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要配行公務員 所以很多公務員還是請你們 在多多跟我聊天 那我都知道公務員的 這個腦袋的mindset是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改變他的mindset 也許要五多聊天他 所以這一塊就是我們現在非常著重要課 是 那 你要不要 講點話 對 早上我要講mindset 也可以 好 那我這邊補充一下 怎麼樣open on mindset 那我們在設計這一點串的課程當中 其實有 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比如說服務設計的方法 經營管理的方法 跟商業東西的方式 然後要這樣的方式在一個平常 在討論的議程當中 幫助他們釐清問題 然後找出適合的解決方式 那 當然 剛剛樹葉有提到說 開放資料 其實開放資料是這整件事情 最重要的 一個基礎建設 所以說 不用特別去談 所以開放資料是他本身是需要 去做的事情 那我們的 現在在做的project 就有包含 公民參與 然後開放資料 跟這個 公民素養的養成 好 然後我想 我想比方就是 這三個是我們 之後會開始排的project 那 喔 我們今天一定在做 可是 我們現在跟公民素養也是做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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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